要说起最近的娱乐圈真的是多事之秋 各种纷扰不断 这前两天 网络上面就流传开了一组照片 照片中的男主角是多位国内外的知名男艺人 这是闹哪出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瞧仔细了 冯小刚 成龙 张翰 房祖名周杰伦 这些照片据说可都是某位姑娘手机里的私藏 不仅让人心深感叹 到底是谁如此神通广大 跟这几位大腕都如此熟络 原来这位姑娘是个模特 名叫灵溪啊 此人目前自称遗失了手机 不久之后这组照片就在网上曝光 照片拍摄的地点 看起来像是在某家KTV等活动场所 而照片中的主人公们经网友仔细辨认 应该是上述几位大咖没错 不过既然是有人聚会 流营几张 那显然也不算过分 小编只是对这位嫩模的娇有之广 感到叹服 怀着这样的心情 小编继续往下翻 一不小心受到了惊吓 这几张善而不意的照片已经爆出 网友们便开始了一场眼力比拼大赛 包括吴亦凡 郑凯在内的多位男性 纷纷重相 而这其中 韩国偶像张根硕 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发型 跟相貌直接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张根硕经纪人迅速做出回应 称张根硕并不认识照片中的这个女性 因此也没有必要对这件事做出响应 而粉丝们认为照片看起来颇有怪异 很有可能是有人拿了张根硕放在网质上的照片 然后合成所谓的不雅照 除了疑似张根硕等人的大指度照片 一起曝光的还有几位男性的短信截屏 文字中隐约透露着暧昧的信息 我想你了 过来坐下吧 他想你来 我想你 这到底是叫怎样 不过众所周知 短信号码的人名完全可以自己设置 所以也有很多网友 至于这些短信的真实性 毛头直指灵溪啊 本人炒作 对此他也在自己的微博上 做出这样的回应 事已至此 我对所牵连的所有前辈和朋友诚恳道歉 手机丢失过 也知道得罪的是谁 只是没想到这种局面 出气了就停止吧 别伤害无辜的人 看来恐怕娱乐圈又得拖出一起罗生门了 事实上 我们只希望娱乐圈能少一些不必要的纷纷扰扰 多一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这不过分吧 娱乐新年里 请你们啥时候能够消停点啊 报道